相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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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舒服吗 水 淡水 火 灭火 火 相爷 哪里有火 相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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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在屋外等着你呢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相爷 伯母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是不是不舒服啊 相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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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扶你去休息吧 相爷 相爷 你看丞相他怎么了 南宫将军 丞相他怎么样了 他 丞相他 他怎么了 快说呀 他的情况很怪 好像是 好像着了魔一样 我们看看去 好 走 丞相 师叔 师叔 丞相丞相 师叔 紧了 师叔 紧了 你怎么了 他们 吃过了吗 快 这 这 师叔 师叔 你醒醒啊 师叔 师叔 丞相 你醒醒啊 师叔 你醒醒啊 师叔 师叔 丞相 做意 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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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点暖气 那就有希望了 可是大夫也没有办法 也不知道相爷患了什么病 一定是敌人方面 有什么妖人 失了邪术吧 对 一定到敌人里边去探听一下 那你快去查探一下 你快去查探一下吧 好 五王 这就是我们的师伯南极先翁 师伯 先翁 南极见过五王 各位有礼了 先翁 我们江丞相他 我知道了 他是被人施法吸去了两魂六魄 剩下一魂一魄 让我收了 那丞相可有姓名之忧 还不知道 我要试一试 就请先翁施法救救丞相的姓名吧 今天晚上在后院设议法坛 法坛要面向着东方 让我施法把紫牙的两魂六魄给招回来 好 吴将军 在 你快去替先翁准备吧 是 当我做法的时候 大家要回避 好 好 太师 现在草人内有江子牙的两魂六魄 我在他的头上点着三支灯 脚下点着七支灯 虽然少了一魂一魄 可是当游进灯窟的时候 江子牙的魂魄也没法返回他的肉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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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所以 走 小 provider 可以 哎 啊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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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长相这么安慰心 怎么办 就是急死人了 我想办法 再不行怎么办 好了 相爷醒了 没事了 这是真的 太好了 相府终于醒了 一吸气现在的那些人 是没有人能有这样高的倒数 把江子牙的魂魄给救走的 我早说过了 他们会有同门来相助的 看来这个人物还蛮厉害的 认他有多厉害 也难逃我的石绝阵 明天是刚满三天之起 所以江子牙也该来破阵了 如果不是师兄相救 我早已经魂魄离体 化为腐朽了 你负着福州灭州 替天行道的大任 虽有灾结 也会急人天象的 不过以后你所遇的困难更大 这就要看你自己的能耐了 师兄 我倒行浅薄 实在难担此重任 恐怕有负师傅所托 你稍遇挫折不应如此气馁啊 可是 像目前赵公明所摆的石绝阵 我就无法可破 带我在此祝你一笔之力吧 多谢师兄相助 师伯 师叔 我们答应三天破阵之期已经到了 我们是否马上出陈破阵 我和你们师伯正在商议此事 专相 文太师领军于城外 叫你一时去破阵 好 那我们就去看看 他那个石绝阵如何厉害吧 原来你是南极兴盟 有本事来破我石绝阵吧 我看此战难免 就带我去探探他那个石绝阵吧 师兄小心 我陪师伯进去 嗯 一切听师伯指点 是 是 丞相 就让我领军事随先翁去破阵吧 吴长王 有先翁跟杨俭讹诈开路 就由我跟皇明带军进去破阵吧 你留在这里也好 等南极师兄 先去探明镇里的虚实再说 是 我这样是 是 在哪里 organisations 汇安 或者是 如果我站在他们而立的 我当里有一个人 我好像这样做 我们去衝生 下岁 这阵确实厉害 我险些被他所伤 师伯呢 我们快去找找 嗯 杨简 杨简 师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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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简他 师伯 哪吒 赶快离开这儿 赵兄的奇阵果然是厉害啊 我看不但我师兄破不了 就是我师父来了 也未必能破此阵 但是你全死的 虚在城里 insurance 没什么 因此 每一 Doctor ľ 江子雅虽然对我不仁 我对他还有同门之意 我不能看着同门死在你的手里 可惜让南极先翁和哪吒逃出了阵 他们胆敢再进阵 也必定难逃结束 太师 杨俭杀死我兄弟 现在既然魂魄被射 被困于阵内 我要用他的肉身祭奠我的兄弟 不行 他虽然魂魄被射 但并未死去 若把他带出来恐防有变 他迟早要死的 难道赵道兄也不给我了却这桩心愿吗 赵道长 大家是同门 你就赏这个脸吧 那 好 明天我就把杨俭交给你 杨俭被困在阵里 看来是劫树难逃 那魂缘金斗 西人魂魄 我也差点 造了秧啊 只有哪吒是莲花化身 可以逃过此难 可惜周济黄明和那么多将士 都丧身阵内 我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朕小孩子 朕都没法破 咱们报仇 跪下 首帝啊 我们已经把杀你的仇人带来了 在你的墓前 生计 你 安息吧 快 快 到你吧 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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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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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魂魄困在石绝阵里 杨洁 杨洁 现在是醒不过来的 一定要想办法 把她的魂魄给射回来 不然她的命 可是 这破阵之法 我倒有一个办法 先到有何破阵之法 请到其详 那结教的石绝阵非常厉害 凭我一人之力 实在难以攻破 现在需要四个人 分攻东南西北四个门 那四个人 我由东门攻入破他的封侯阵 直到中央法滩 由江子牙攻南门 用姓黄旗破他的天沙阵 直到中央法滩 哪吒拱西门破他的地裂阵 直到中央法滩 还有北门 就由五王去攻 先王 五王不是道家 也不懂法术 如何进你的镇内 去破那奇门异术呢 是啊 我看还是另派人去吧 就是无人可派 才请五王御驾亲临啊 那就由我去吧 不行 你武艺虽高 行军打仗是可以 但难破此阵 那么五王去岂不更凶险吗 先王一定有他的道理 不错 因为五王是真命天子 有百灵护体 你进阵去有惊无险 只要保持镇定就可保安全 好 那就由我去攻北门吧 好 五王由北门攻进去 破他的寒冰阵 直到中央法滩 石绝阵之中 以中央的落魂阵最厉害 那上面悬着结教的神物 魂元金斗 我们破阵之后 我就招来我的仙鹤雕走金斗 好 怎么 先王非要你亲自去冒险吗 我想我的武功不比你差 还是让我去吧 先王说我是真命天子 有百灵护体呀 你就放心吧 难道真命王后就没有百灵护体了 还是我去吧 我去你担心 难道你去我就不担心吗 西齐没有我 不会妨碍新州灭咒的大业 可是没有你不成 就是为了新州灭咒的大业 为了拯救万民于水火 有多危险 多艰巨 我都不怕 你放心好了 南极先王指定要我去 一定可以成功破阵的 那就让我跟你一块去吧 两个人的力量 总比一个人强吧 她是指定一个人进宫一个门哪 没事 你就在家给我准备庆宴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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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姐的魂魄 叶姐 什么 江子牙破了时觉症 是的 赵国民道长也死了 太师 他们只有四个人来破阵 现在已经返回西西城内 下令各营军士谨守阵地 严防敌人来攻 是 国师呢 他匆匆忙忙带走赵公明的尸首 说是到三仙岛去 他说一定请人来替赵公明报仇 江子牙 我文仲一定跟你拼到底 不是你死便是火王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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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听我的话 只有今日之急 没想到南极跟江子牙 竟然这样凶狠 一点都不顾念我们两教的情意 他们连同门之意都不顾 还会顾及两教之情吗 要不是你身道长之邀请 大哥怎会有劫难 是 云霄仙子 你错怪我了 是赵道兄为了要替同门报仇 替你们结教出气 所以他才下山对付江子牙 他怕自己的道性不够 故此前来求你借去混原金斗 想不到 他还是难逃江子牙的毒手啊 我拿混原金斗呢 爷给江子牙夺去了 他把混原金斗也夺去了 可不是吗 这江子牙实在可恶 大姐 我们要下山给大哥报仇 夺回混原金斗 大姐 你还考虑什么呀 我们一起下山去杀江子牙吧 师父曾经吩咐过 结教之人不许下山 不然就会遭逢劫术 大哥就是犯了戒 故有此劫 大姐 想不到你全然没有一点兄妹之情 大哥被人杀死 难道你就善罢甘休吗 赵道兄为了同门被杀 也奋不顾身下山报仇 想不到你是他的妹妹 竟然 三妹 来 大家不去 我们两个去 嗯 大哥 我们去替你报仇 你在天之灵要保佑我们 就算不成功 死在江子牙他们手里 我们也可以跟你见面 我们也可以跟你见面 二妹三妹 慢着 好好地埋葬了大哥 我跟你们一起下山 大姐 大姐 三位仙姑是 我们是三仙岛的云霄 碧霄 穷霄三姐妹 赵公明是我们的大哥 哦 原来是赵道长的妹妹啊 来 请坐 三位请坐 我们三姐妹来到这里 正是为了杀江子牙 替我们大哥报仇的 三位仙子 有什么办法对付江子牙呢 我要摆下弥仙镇 江子牙为何不出来 你是何等人物 何须我师叔出来会你 我们三姐妹是三仙岛云霄穷霄 三仙岛云霄必消 江子牙打死我们的大哥 赵公明 我们是来替大哥报仇的 三位仙子 赵道长逆天而行 故有此劫 怨不得谁啊 住口 你们杀死我大哥 还一派胡言 今日江子牙不出来 你们四人就先受死吧 三个女流之辈 有何本领来杀我们 连你们三个孩子也上阵打仗 看来西齐没什么人了 笑话 你们的大哥 还斗不过我们的弟弟呢 你就是哪吒 我正要杀你 追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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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他们又在搞什么邪术 我们先退出去 好 大哥 二哥 你们保护南空将军出去 是 这就是他们的邪术 我们闭目震慑新神 以防他们的诱惑 优优独播剧场 三个女道士 是赵公明的妹妹 三仙岛的云霄 碧霄和穷霄 下山替他们的哥哥报仇来了 难道哪吒三兄弟 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大概 他们又摆了一个邪门阵法 南空将军他们都被困在阵里面 连哪吒也走不出来 这样看来比赵公明的石绝阵还要厉害吧 我们得想个办法 快去救他们 这样吧 让我先进去探的情况 也好 3 5 1 1 1 3 2 1 1 3 2 1 1 2 2 南宫将军 南宫将军 哪吒 哪吒 我们已经把哪吒他们变成了石像 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他们就永远是石像 再变不回肉身了 三位仙姑果然倒数高强 真是成汤之福 老夫之大幸啊 太师 听说这四个人除了哪吒三兄弟之外 还有掌管西齐军事的南宫士啊 三位仙姑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他们几个重要人物给收了 相信西齐不久就可以平复了 不过四十九天之内 要防他们破阵救人 摩兄少担心 不论是谁 只要走进摩阵 就会变成石像 什么 南宫将军他们都成石像了 是的 我变成鹦鹉进去叫他们 他们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大概又是结教的邪门阵法 明天我进阵去看看 我陪师叔一起去 师弟 你还是守着西齐让我去看看吧 好 有师兄代劳 就不怕那小小的邪门阵法了 那我随师伯一起去破阵 好 两位去破阵 我去救人 一切要小心 好 有南济先翁和杨俭同去 五王你就放心吧 嗯 师伯 你看 是 是他们 你们守着 待我先施法 把他们变回肉身 是 而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闭目守神 保持心静宁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不到 三仙岛的三个女道士这样厉害 连师兄也被困在镇里 丞相 听说父亲跟先王去破阵 被困阵内出不来 有他们消息吗 我要去救人 听话 不要乱来 可是父亲他们被困难道就不去救吗 你的倒数比你师伯怎么样 当然万万比不上师伯 是啊 连你师伯也被困 你去 不过多一个人被困在镇里吧 你先回去 我会想办法救人 连南极先锋也被三位先姑的倒数所困 化作了石像 那么江子牙就更微不足道了 现在西齐就只剩下江子牙了 把江子牙也抓了 还怕激发不乖乖的投降 想不到三位先姑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平复西齐 要是我们三姐妹早点下山 大哥也就不会死了 大哥 我们可以替你报仇了 太师 我有个请求 先姑请讲 破了西齐城 我要把南极 哪吒 江子牙记发 带回三仙岛 记我的大哥 当然可以 其余的反贼就由老夫带回 交给带王发落 好 明天我们就指定要江子牙出来 把他也一并拿下 哎呀 多,. 母亲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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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iveme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追 追 怎么弥仙镇迷不倒这个人 真是奇怪 难道他的倒数比南极他们还要高强 看他年纪轻轻能有多少倒行 我看是那把剑有点古怪 有什么剑能碰我们的弥仙镇 无论怎样以后见到这个人要小心点 先用法术制住他 再把他的剑夺过来 看一看是什么剑 相父 我们所有的人都有镜没出 被昆镇内变成了石像 西齐已经没有人可用了 难道天要绝我西州吗 不会 看来我要到昆仑山去 向师父求教破阵之法 西齐就只有相父把守 如果相父一去 文仲领兵攻城 那就军中无主了 是 武王江丞相 天化在外求见 他这么晚进宫 一定有什么急事 请他进来 是 请 武王 师叔 天化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 师叔 我没有你的命令 今晚闯进阵内 请师叔恕罪 你进过弥仙镇 是啊 你是怎么走出来的 我进阵去 看见了父亲他们变得石像 突然间 有很多妖艳的美女 向我飘过来 我闭上眼睛 心神也不得宁静 我急了起来 就抽出我的剑乱砍 谁知 那些妖女却不见了 把你的剑给我看看 是 好 好